白雪公主堪称童话中的景点 但现在出现了山寨版 号称中美和之的白雪公主 与三只小猪出炉 两个故事放在一起 故事的丰富程度 让网友都吓傻了 森林国中有一位美丽的女王 人们称她冰雪女王 女王无意间发现自己 能够制造冰雪魔法 一旦有人靠近她 就会被冻僵 白雪公主加三只小猪 已经够丰富了 里面还加入了 冰雪奇缘中的爱莎女王一角 故事了无新意 场景转换的处理也很粗糙 如果角色移动得太快 观众甚至会觉得头晕 另一部改编自丑小鸭的动画 同样让网友傻眼 安妮 你是不同寻常的月球生物 有人想用你破坏地球 安妮 你是外星人 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 从天鹅变成了外星人 不仅和超人一样 有雷射光可以击退坏人 还能变回一颗金属球 仿佛新型的神奇宝贝 金属球终于找到你了 有网友护航说 这也是一种创新 山寨和创意只有一线之隔 但看到童年经典 被改编得不伦不类 大家心里难免觉得怪怪的 记者综合报道 啊 啊 有请不吝点赞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